大家好 欢迎收看《破目未复》解说三不杀 就像上期我已经提到的 以后的更新速度没法像以前那么快了 这个毕竟没办法忙起来了 好 不过今天忙里偷闲 还是找了机会给大家更新一期 这里我们看到出生在四号位的内奸 我们选择了孙上香 我的主母选择是孙侧 我们选择她的妹子 实话说兄妹同心 奇力断金 我们看这一局能不能打出一场漂亮的 二号位元素 看她的动作 她可能需要下架的普通黄盖 这普通黄盖已经很少见了 因为主攻挂了加一把 所以元素这一刀不代表任何事情 我们就看黄盖她要干嘛 这个黄盖一出现 她一般她在哪边 哪边就相当于马上少一个人 哎呦 这样她挂出祝贺连弩 这明显就是仇杀了 元素杀我 我们报复一下 那个砍过去 我们希望这个黄盖跟元素是一中一反 是吧 那这样就给我们 白白的给我们内奸打工了 就省了我们控场了 一下就把局势给简化 然后这时候黄盖把自己苦死 我才补移了一下失败 看看黄盖是啥 黄盖是个忠诚 哎呦 好了 看看我们这个 希望元素是个反贼 这个栏板把这个反贼一收 我们就收三张牌 是吧 然后又是 又可以进入一个比较简化的 六人局 我们看看元素倒下 什么身份 哦 哦 元素倒下也是个忠诚 那么这么 基本就不对了 这时候我们马上机制的 用一个K点制霸主攻 跳了一个反贼 然后我们知道后面都是反贼 但是在反贼眼里不知道 你看 这时候二张就固证我们了 他认为我们是那个反贼 这时候二张拆了一个孙策 我们千万不要手剑打无限 因为这个 马上你看这二张就来配合我们了 是吧 然后他一个酒杀 还杀向了他的队友 这又因为我们机制的这一跳 然后我们看我们这个 吴国泰是我们的老妈子 老妈子也来配合我们了 看见没有 然后他在他眼里 那个后面两个是有一个内奸的 你看他又砍了一刀 自己的队友 我们这一个片 又骗了二张给牌 固证 还骗了老妈子给我们配合 那个让我们发动消机 是吧 给我们换换衣裳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孙权 还会不会打出一点动作来 然后这个孙权果然 他继续把我们打工 他把这个主攻跟这个佐石连起来 又白白的砍了这个佐石一滴血 所以说 虽然我们一上来 两个忠诚之王 但是因为我们机制的这一桩 害到后面的四个反贼 每个反贼都打自己的队友 而且连续两个反贼来配合我们 所以说 虽然我们在人数上是劣势 但在局面上我们并不劣势 我们待会我们香香是个爆发流 是吧 待会马上就交反贼做人 尤其是个老妈子 还给了我们诸葛连弩 那就不客气了 一杀两杀 第三杀带上酒 是吧 这个俗话说 这个上阵无父子 上阵同样没有母女 是吧 好 这来了这么多装备 可惜这个诸葛连弩引用了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冠石斧给主攻 让那个主攻打出点动作来 就把二张给乐住 这时候我们人数上 依然是二打三的劣势 但是这个佐石已经奄奄一息了 有这二张居然弃了两个桃子 手上难道是三个桃 我们看看佐石是什么情况 佐石这个 把孙策冰住 那孙策估计灌不出来了 果然没法动 那要看我们的 哎呦 我们这运气不错 这个装备摸得很爽 好 我们赶快给主攻一个红沙 让我们的哥哥孙策 用这个红沙去激昂去 这一激昂下去 这个反贼就会很伤了 这个佐石跟孙权必有一倒 好 孙权一火攻 我们大家都我们都不打无蟹 仗着自己有桃子 孙权这个牌少 火攻的命中率是很低的 然后看这个顺手 我们打无蟹 这个冠之斧是要保住的 给主攻是让这个主攻 去帮我们杀反贼的 是吧 千万不能让孙策 冠之斧被顺了 然后这一个九红沙 一罐 要两个桃 一二张他居然没有 那没有你刚才气什么 气两个桃子 什么意思 这个打得很诡异 不知道他手上留什么牌 现在我们就不是劣势了 这个已经进入优势了 他是有桃子的 没有救 他觉得可能是一个桃子 救不回来 可惜祖师还有个九 这么白白浪费了 不管怎么说 现在我们从我们 刚从刚才的两个忠臣 一开始就互相残杀阵亡 到现在 靠我们的机制的一装 到现在已经把场子 给找回来了 已经进入了主类反 孙权就已经知道 打输了 这一把 要么是我们内奸引 要么是主攻 已经跟反贼没有关系了 这个二张 他是一个没有后期能力的反贼 如果反贼剩一个 什么忠惠邓爱的 还有点希望 剩个二张的反贼 基本上已经宣告 这本场游戏失败了 现在就看 是我们赢还是主攻赢 目前这个场面看 我们应该是一个三七 主攻三我们七 主攻七我们三 你看他又收了反贼的人头 他又是一个神装 但是我们香香是爆发流 你看这个手气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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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一爆再一换 又是一个圣 又一个简一马 又是一个冠师斧 又一决斗 所以说我们香香 刚这个爆发起来是相当厉害 这时候我们方列化机就不换了 我们就机智的留了一下 因为这个冠师斧是我们的神器 我们下次用这个冠师斧杀 顺着伞 我们是可以把装备灌出去的 又可以摸两张牌 看见没有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换方列化机 这个香香打得非常好 他的手牌没有随便的浪费 看见没有 要是不会打了 当时如果把冠师斧换成方列化机的话 你摸的牌是用不出去了 所以我们机智的留了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有火攻 有黑杀 要直接一波把我们的哥哥带走 是吧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把从一开始的两宗神 互相残杀阵亡的烈士 然后到后面我们机智的一片 片的反贼自相残杀 还来配合我们 所以瞬间就把局势给搬回来了 然后在单挑的时候 我们初始状态是不如主攻的 但是凭着我们神奇的 裸摸装备的第一个爆发 就把本来是我们三 主攻七 一下子搬成了主攻三我们七 所以说有时候人品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内奸来说 必然需要好的人品 我们再看一把 这把是一个反贼 我们选择了左磁 主攻依然是选择的小霸王孙凑 我们二号位的反贼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是左磁的话 需要起手的化身 刚刚说需要一个起手好化身 就来了一个郭家的遗迹 那也不用说 这把就妥了 主攻上来打这个马术是显然的 这个马术现在的技能改的 是有点偏反的 尤其是对限制无血的主攻 那个是很有效的 但是这个马术悲剧 他如果真是上来被打成一血 那个马术就相当于废掉了 已经没有啥用了 那个马术他就需要他靠在前击 早点把装备防具抢了身上 脑里才能发挥 马术一开始如果没有抢到防具 就被打成一血了 这一局游戏就基本上跟他没有关系了 肯定是我们反贼的团队突破口了 就看他是不是反贼了 我们刚才那个机制的没有亮 那个五胜 我们还有一个话称是关羽 因为亮了没有意义 我们肯定不会用这个红杀去杀这个孙策的 所以我们干脆就不亮 这个冰凉春断我们是无所谓的 我们有国家的天度 果然像我说的这个马术很不幸 他是反贼 那么这一把 十有八九是第一个阵亡的 刚才黄忠跳了一个忠臣 我们再看陆迅 陆迅在孙策主攻一般是当忠臣比较好 毕竟他当反贼 要通过自霸联姻的话 有可能给主攻送牌 他果然是忠臣还起了个诸葛连弩 哎呀 这是别人家的陆迅 这要连起来了 然后这个寻玉跳了个反贼 那我们再继续卖 这时候我们给了陆迅一张伞 希望能卡他的连银 让那个诸葛连弩弄不出去 但是陆迅说我可以吃霸 是吧 你给我一张伞 咱不在乎 马上给主攻 好 哎好卡住了 还好还好 那个陆神将没有爆发起来 然后这个马兽就像我说的 他基本上已经去了 那那个 已经死亡不了他干啥了 然后这时候寻玉 跳了个反贾许 跳了个钟 让那个这个春哥春华 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反贼了 哎呦 寻玉Q脸都不敢拼 他应该胆子大量 可以拼这个黄中了 哦 不过拼了之后 只能打主攻 他可能觉得打主攻没啥意思 好 看我们看佳徐 一个乱舞 好 还好春哥手上有杀 不过我们悲剧了 流失一点体力 变成一血 马术实验神仙难救 倒下了 还好没有变成三叉牌 也很不错了 但是这个局面 已经对我们非常不利了 我们是一血 春哥是一血 哎呀春哥也起了个连银 哎呦 不过他好像也同样的卡住了 没有搞起来 还好他恢复到两血 这个不错 但是寻运是一血 然后总理来说 我们现在是非常劣势 还好我们哎呦 这手够骚 化身 神化身张疗 直接从祖宗坊里面 拖了两个桃子 然后吃一个 再给寻运留第二个 然后我们再加一马 一卡 这个黄中基本上没戏了 黄中这个武将 已经很少见了 这个将 这位玩家很悲剧 故意手上 几个将都不怎么样 选了一个黄中 这回我们一个加一马 这么一卡 下架又做了一个录训 基本上这个黄中 本局游戏的发挥 就可以说是很有限了 很难 除非他只能 像我们上马 那个香香一样 裸摸武器 来一个九杀 否则的话 他基本上就没有 这局从同样 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我们主攻 开着大春哥 我们依然是突袭 我们现在化成特别好 回合类战疗 回合外国家 这样的简直就是个神将 黄中继续的 寂寞的酱油锅 看陆迅这把 再连起来 又扯陆迅 这个过牌量相当大 哎呀 他踩了我们加一马 那这个黄中就有事干了 好在我们有一个遗迹 等等 哎呦 这个寻遇Q点 碰这个春哥的Q点 哎 这是悲剧啊 这个春哥正好也是个Q点 寻遇直接 那个我们的桃子 叫他他都不能截命 这个寻遇碰见 找春哥 这样的队友来推虎 真的是负重非常的大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很惨了 等着内奸跳了 这个内奸 内奸跳跳 我们还可以三打三 稍微拼一下 否则的话 这把基本上 已经宣告 宣告那个失败一半 哎 还好 我们看着机会来了 弄出一个三点的桃子 自罢主攻 居然是个两点的伞 直接让那个反贼方 主攻方少了个桃子 哎呦 可惜 乌漏偏风 连夜雨 这个一个伞电 将春哥带走 我们现在成了唯一的一个反贼 就是我们砍了贾许一刀 其实这个可以考虑 那个我们可能觉得贾许没伞 砍其他人不一定砍得中 就是那个毫无疑问了 这个黄中现在继续搞我们了 都可以视为忠诚 这个甲矩 欺了个杀 他是打得到我们的 他欺了个杀 代表他是跳着一个内奸 我们又被热了 只能化成一个天度 还直接过了 这还不错 桃子依然不吃吗 还要给内奸留着 哎呦 这个甲矩可能就无限了一下我们 他已经表现了合作的欲望 我们桃子估计就给他留一下 哎 还好 他自己起了个桃子 不过不管怎么说 现在我们是极其的烈士 哎呦 主攻又是一个 哎呀 一个九杀 那我们就不救了 我们自己也危险了 要算了 因为叫他救回来之后 这个他也是挡不住这个陆迅 我们还不如保保自己 现在我们就是反贼方 唯一的火种了 但是好在是 这个陆迅跟这个黄忠 他们俩都打不到我们 只有主攻 还有一个青钢剑 他是能打到我们的 然后我们看看 能不能卖到什么好花生 哎呦 大家看到 卖到一个诸葛亮 这是一个神花生 又来了一张 一个关心的神花生 那好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花生 因为我说了 这个黄忠 陆迅 虽然他们人数上 就是优势 但是他打不到我们 是吧 既然打不到我们 我们打得到他 所以在时间 那如果 我们能够在抓紧时间 迅速的将 将黄忠跟陆迅 给打废掉 我们还是 还是有了搞的 所以吧 虽然人数上 极其烈士 对方的过排量 摸排量是我们的三倍 我们只有一个 对方有三个 但是好在 他们很多都是废牌 现在那个孙侧 也打不到我们 三个人都打不到我们 所以他们虽然摸排量 是我们的三倍 但是很多牌 很多杀 对他们来说 是毫无意义的 是吧 但对我们来说 就是有意义的 你看我们这 这一下又顺了一个桃子 现在继续跟他们好 呦 这时候黄忠摸了个武器 他又没摸到杀 是吧 这个是很悲剧的一个事情 孙下来了个决斗 但是这个我们表示 毫无压力 有本身就决斗 我们直接 直接卖两张牌 好 我们又卖了一个鱼忌 又是一个决斗 我们这两个九 死不了 是吧 哎呀 又卖了个桃子 好 好 这看来运气已经 开始慢慢倒向我们这边 呦 他起了一个简易码 继续卖 这时候烈士球爆发 我们再卖一个化身 看有没有更好的 又卖了两张牌 哎呦 来了个孙权 哎呀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准备充足了 我们这时候继续突袭 因为我们这 这直接一个九杀 这个黄忠就飞了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考虑 因为这个孙权是明的 我们可以考虑 这个换孙权的制衡 是吧 因为如果是九属性杀的话 这就更爽了 可惜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属性杀 不过那个 我们突袭是肯定 很难突袭到属性杀的 如果我们换 换那个孙权的话 还可以制衡 制衡这个白银丝 是吧 实际上是比那个张俩好的 不过当然 这也不好说了 因为我们毕竟 那个顺手线阳 是被无限了 是吧 就化身突袭 是可以绝对的 把这个这张牌突过来的 好 不过现在 现在虽然黄忠解缘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孙侧跟陆迅 都是可以打到我们了 是吧 对啊 我们那个 他们的 那个废牌率就少了 所以他们依然 摸牌量是我们的两倍 所以说这个 还是不好说的 好在我们有 就诸葛亮化身 所以这个乐伏斯鼠 对我们来说 是压力不大的 这时候来了个潮的 化身就无所谓 这时候化身 对我们来说 已经无所谓了 我们化身已经足够 足够多 足够好 是吧 我们现在就要看 能不能赶紧 把陆迅 或者那个 那个直接打孙侧 还是先打陆迅 我们这个选择了 先打陆迅 因为现在 现在那个孙侧三血 打两血的话 陆迅补一 那个补一刀就觉醒了 是吧 没办法 这时候我们靠这个空城 继续跟他们靠 同样我像说的 虽然他们有距离打到我了 但是我们在这空城一挂 他们这个 没办法打我们 是吧 好 哎呀 这个他闪得好 因为陆迅 他可能手上卡当闪了 他要把这个闪用出去 这样的话 就配合我们空城了 对吧 他如果不闪的话 我们就要 要空城还挺难的 好 这个陆迅火攻自己 然后失败 然后再一个自霸 这个桃子还挺多的 这个知道孙侧有闪 就找孙侧杀一张 过一张牌 不过像我依然说了 这个孙侧因为有闪电存在 他干脆火攻自己 把自己搞得凉血 然后陆迅补他一刀就觉醒了 好在这个觉醒 对我们来说依然压力不大 对吧 好 这一杀 陆迅继续闪 就是废牌是吧 陆迅补了 孙侧一刀觉醒 孙侧顶多把我们这个 冠尸斧扒掉 或者他可以选择给陆迅补 有选择扒 我觉得这个可能 那个陆迅比较好 他可能怕那个 卡陆迅那个连赢 是吧 但是这个陆迅这个样子 你还让他保持这个连赢 真的有意义吗 好 不管这么说 我们这个一个杀 那个八卦叛黑 哎 好 陆迅就废了 就死了 假如现在跟祖国进行单挑了 那这个话 我们就机会就很大了 刚刚从一打三 变成现在的单挑 那这个我们就绝对的优势了 别看这个孙侧是个觉醒的孙侧 我们可是石化身佐石 而且我们的化身一个比一个神 又有诸葛亮 又有国家 又有孙权 所以孙侧肯定是挑不够我们的 我们打下他是迟早的事 我们回合内制衡 回合外空城 当然我们这个装备 可能是团不起来的 因为他那个不停的 这个阴魂的存在 我拉我水 把我装备 我保持空城 除非你能摸到AOE 现在AOE都不行了 我们都有藤甲在身上了 藤甲加那个空城 他真的摸了一个蓝蛮 把我们的藤甲扒掉了 好 那就不要紧 那我们就制衡 是吧 我们也来了一个蓝蛮 好 他医血我们空城 是吧 你这个空有一个医血大英魂 用不出去 好 我们再来一个天度 好 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挂一记了 反正是满血 他扒之后我们留一个9 好 他一个9杀 我们直接卖 我们卖的牌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制衡的 我们这是一个神奇的化身 哎呦 这冰凉还没中 那就不客气了 这个一个黑鲨 然后第二个黑鲨 9黑鲨 带飞 你看这局我们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作为最后一个反贼 在一个反贼 三个 两个重神全在的情况下 论是把场子给找回来了 就是前期 我们就靠着我们的嘉义玛的装备 使这个比较素的 这个黄中 和这个比较素的陆讯 包括这个觉醒前的孙侧 三个人都比较素 被我们的嘉义玛卡了一大壶 虽然他们的摸牌量是我们的三倍 但是他们的很多摸到的牌 都是废牌 我们就抓紧时间 而且迈到了很神的化身 然后将黄中打下 然后接着 再陆讯打下 即使孙侧觉醒了 面对我们这个变态的 那个石化身的那个左石 大部分化身都是很给力的 他也是无人为力 眼睁睁的 看着我们叉叉叉的将他给推倒 好 今天就 今天那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因为这个毕竟 现在时间有限 也不搞太长了 而且现在是超轻 搞长了之后经常就上传脑出问题 好 今天就搞这两则录像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